我簡直就是天才啊 怎麼會想到用直升機來運送貨物啊 這樣的話我們會比平常那快兩倍的速度呢 運送到目的地啊 這個紅色按鈕是幹嘛的 我們試按一下 欸欸欸 什麼情況 完蛋啊 我把貨物給扔掉了 呀 什麼情況 外面什麼東西掉下來了 好大聲啊 唯喲 我們這地盤那被砸出了一個大坑啊 這是啥 哇 這是一個木箱 而且上面還帶著鎖的 稍等一下啊 這裡面難道藏著寶物嗎 外面有很多竹木粒鑽石 盔甲之類的 有可能哦 說不定呢 還有更值錢的東西啊 這個箱子呢 在我房子的邊上 所以這個箱子應該是我的啊 你怎麼這麼快就斷你這個箱子 你啦 這個箱子也在我的門口啊 所以呢 這個箱子應該是我的 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 耶 你開始耍賴皮了是吧 咱倆石頭剪刀布怎麼樣 我才不給你石頭剪刀布的 這個箱子呢 就是我的啊 我跑回家啦 你別追過來 不會吧 你等一下 你怎麼抱著箱子就跑啦 咱倆還沒有商量好來嘞 開門開門開門啊 我告訴你啊 這個箱子呢是離我家最近的 所以呢 它應該屬於我 不屬於你啊 雖然大家是同時發現的 但是這個箱子現在已經被我抱回家了 所以呢 應該就算是我的 你再敲門也沒用了 我是不會給你開門的 好傢伙 你竟然要這麼霸鬧是吧 那我就不客氣了啊 現在呢 我們回家找到我們的店去啊 一會你就知道錯啦 來吧 要不要開門 要不要開門啊 我來啦 哎呀 你怎麼破門而入啊 你先把這個店鋸放下來 咱倆有事好善良嘛 這個箱子我剛開了半天打不開啊 我覺得還是應該放在我這邊打開啊 一會打開我再告訴你 裡面裝的是啥 你覺得怎麼樣 我才不相信你的鬼話 你打開以後呢 肯定不告訴我裡面裝的是啥 還不如我自己抱回家 我自己打開啊 你放心啊 你就在外面等著 一會打開以後呢 我再告訴你裡面裝的是啥 氣死我啦 你開門啊 你開門 你肯定以為也不會告訴我的 你知道就好 我這邊有兩扇門啊 我不信你打得開啊 嘿嘿 現在我們就專心的 把這個箱子的鎖呢 給它打開吧 現在我們先用電鋸啊 來吧 這... 哎呀 這個這個鎖怎麼這麼硬啊 打不開嗎 怎麼情況 嘿嘿 我中理打不開啊 就算打開啊 裡面所有的東西我都看得到啊 所有的東西屬於我的 你別這樣獨吞啦 你走開吧 別讓我開鎖啊 這個鎖確實有點難開啊 我現在 從... 中午呢 開到了晚上啊 啊 累死我了 我們最後面呢 用火燒 看一下能否將來可以燒壞啊 只能用最極端的方法啦 來吧 燒壞你 燒壞你啊 哎呀 用火也不行的嘛 啊 累死我了 累死我了 算了 我們還是休息一下吧 啊 今天我們的這個開鎖任務呢 就到這裡了 明天我們再繼續吧 欸 這人家睡著了 現在我們 偷偷地從他家的屋頂上 爬下去 然後呢 我們在裡面 偷偷地把鎖給打開 這樣不是很完美嗎 到人家你睡得好香啊 沒想到你真的跟豬一樣啊 後來 現在我們來開鎖吧 這個鎖要怎麼開啊 欸 欸 我怎麼用這種方法也開不了呢 哎呀 我現在用這個鎖匙也開不了 啊 這為什麼這麼難開啊 難怪超人家會睡著了 好吧 我也很困了 那我也睡一下 哎呀 終於天亮啦 昨天我開箱子看的挺累的 好吧 今天呢我們要去去看箱子了 哎 這是誰啊 哇 你怎麼跑到我家裡來的 你是怎麼進來的 快點起來快點起來啊 天亮啦 哎呀 我昨天看你睡得挺像的 又打不開這個箱子 所以我就著急的從你家屋底上這邊呢 跑一個洞跑下來了 啊 但是我也沒有打開這個箱子啊 我覺得這個箱子 我們兩個確實打不開啊 不然我們請人呢 來把這個箱子打開啊 好吧 那我們就去找村長幫我們打開啊 因為村長這邊呢有萬能鑰匙啊 村長我們這個箱子打不開啊 你幫我們把這個箱子給打開吧 這個箱子到底是誰啊 是你呢 還是他呢 肯定是我的啊 在我家就是我的啊 才不是呢 村長 這一個箱子呢 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啊 怎麼可能我已經超你瞎的了 而且我也同時發現了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我的 好啦 我大概知道了 這一個箱子呢 都不屬於你們兩個的 他是從天上掉下來 結果你們兩個呢 為了爭奪這個箱子呢 就一直在這邊吵啊 都說這個箱子是自己的啊 我現在呢 有一個主意啊 不幫你們聽一聽啊 就是這個箱子呢 你們一人一半啊 如果覺得可以的話 我們就把你這個箱子給打開 如果你們覺得不可以的話 那我就不打開了 好吧 真的 既然你都這麼說了 我同意啊 那我也同意啊 真的 你把我們打開吧 好 那我這個是萬雷鑰匙啊 什麼東西呢 都能打開 現在呢 我們就把這個鎖插進去 欸 打開了 哇 這裡面是啥這麼臭 哎呀 都是一件糞便垃圾啊 怎麼會這樣啊 我還以為裡面有寶石呢 是啊 我跟你想的一樣 我們在這邊弄半天了 沒想到是一個垃圾箱啊 嗨 白尬啦 其實 我早就知道它是一個垃圾箱啊 前幾天呢 他有一個皇位公認啊 他說他開直升機呢 在這個垃圾箱 結果不小心把垃圾箱呢 掉到我們村裡面了 還問我有沒有 雜到人啊 啊 我告訴他呢 沒有 沒想到這個垃圾箱呢 在你們家裡面啊 蛤 我還跟超雷鑰兩個人 真的有來有去啊 啊 今天就是讓大家看笑話啦 是啊 不好意思啊 啊 這個箱子呢 確實是我們沒有預想到的 好啦 那 本期呢 遊戲結束呢 就到此結束了 我是超雷鑰 希望我能求收 記得點讚加關注 那我們下一期再見吧 掰掰